所以這招我覺得後來我發現這個方法不是很OK 所以後來的話我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判斷空的 我比較喜歡用第二個方法 一樣插入函數到if 就是不要用isplank 用另外一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這個意思也是空的 這個意思跟isplank有點類似 不過差別是說isplank可能會因為裡面有一些格式 看不到東西而產生錯誤 那這個就不會這個只有判斷有沒有字 有沒有文字 這個是空的文字的意思 雙引號兩個中間有沒有東西就是文字 空文字就是沒有文字 如果你有格式有什麼東西 他也不會去理會 他只會去管有沒有字 OK 這樣的方式來判斷的話 我們把它按確定了 你會發現這個問題好像就解決了 你也不需要再去按Delete 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我比較建議 你可以用這個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有幾段了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後面一樣 像 像 弄 號不用 揉 揉也要 所以跟段子一樣的規則 那當然你做事情可以不需要說一直重複 這個時候有沒有 你一次判斷之後 後面幾個都可以了 把那個 從哪邊呢 從這邊 M的串接 一直到後面這一串 怎麼樣 Ctrl C Ctrl V 然後呢 貼上之後呢 後面就是像 判斷一下 所以你要改的話 就是把那個儲存格改成F2 然後這邊F2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像 再貼 然後再改成什麼 G2 有沒有 然後 然後再就是 None 然後貼一貼 號好像不用了 所以號的話 比如說這個地方 Ctrl C 記得你不要選錯 因為我同學 我發現同學比較容易發生錯誤的就是 公式上面其實很清楚 其實你只要選對 再貼過來 貼上 然後這邊 當然你可以直接這邊改 或者是我的習慣是 選舉它 點一下 選舉它 點一下 這樣也可以幫你改 那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字改成像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快 所以直接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把這個改一下像 那其他的話就None 號的話呢 就不用判斷 所以不用判斷的話 那你就直接擠號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 這個是G2 把它選起來 改G2 點一下 那這邊改成None 然後後面這個 那號的話怎麼辦 那號的話怎麼辦 不用判斷 你就可能要自己打and 然後什麼呢 擠 號就好了 所以這邊自己再打一個號 and 號 因為號一定會有啦 所以號不需要 那這個地方太長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展開一下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因為後面好像還有公式 那這個就擠號 然後再來就擠樓 再貼上 那這個的話就是F變成I 這邊變成I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樓 好打勾 結果就出來 點兩下 完成 好OK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了嗎 很快的把你需要的地址 全部合併完 花不了多少時間啦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看土法鏈鋼 我看你這次會做很久 會的話呢 大概幾分鐘吧 就完成了 最好當然 如果你每天在用的 你就把它做成按鈕 那更好 所以試試看 等一下的話請各位 先試著把這個部分做完 然後 想想看 可能有幾種方式 不外乎就一鍵完成 不外乎就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就是跳出來 它會有一個 請你輸入那個 比如說什麼 像弄 像 斷像 弄 號不用 號也要 就是輸入一個 樓坡的坑 最後幫我組成一個 什麼完整的地址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對 謝謝